面帶微笑說謝謝知名律師王成環 因為在S王牌交易所 擔任軍師涉嫌詐欺洗錢 13號首度被傳喚開庭 我覺得原住民其實是 台灣社會非常弱勢的一群 那我們在法律輔助上面 很多其實都是只為了刑事 比方說他不叫刑事在案件的時候 協助他們而已 但對我而言我認為說 其實像原住民保留地 還有許多原住民的議題 是平常就應該關注的 王成環在法庭上透露近況 最近從事南投鄉公所 原住民法服工作 但是礙於佩戴電子腳樓 必須當天往返 希望未來每週有一天 可以在仁愛鄉打卡報到 被問到敏感問題快不離開 對於案情也不願多加說明 王成環因為捲入S王牌交易所 垃圾幣詐騙22億遭到起訴 雖然他談成詐欺 請錢等罪行 但是否認有藏匿犯人 他誠誠確實有把新店房子 出租給共犯林若喬 但是不知道主席林耿宏 也住在裡面 過去在粉專拍影片澄清 如今卻被狠狠打臉 即便王成環跟法官說 都願意把名下兩棟總值兩千萬的房產 拿出來和解 但是停在被害人額裡 恐怕很不適滋味 三線出楊欣怡台北上報導